第180集 叶成仁越想越心惊,白鹤燃却已经不再搭理他,只转过身冲着九皇子失了一礼,倒。 阿燃回府路过这里,扰了殿下办差,实在不该,我这就回去了,殿下您忙您的。 九皇子点点头。 去吧,让李儿送你。 这时,身后公车里突然扬起一个声音来。 别急着走啊,这么大的热闹还没看完,走路多遗憾。 声音踩落,公车的帘子又被挑了起来。 小公主君灵溪笑眯眯地从里头钻了出来,冲着九皇子打招呼。 嗨,九哥。 九皇子一愣,当时就朝着君木林看去,君木林赶紧摇头。 可不是我把他给带出来的,是他一定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宫, 母后不管,我自然也拦不住啊。 君灵溪小嘴巴嘟了起来。 九哥,你看到我似乎一点都不高兴,是不是灵溪做错了事惹恼你了? 你跟灵溪说,灵溪一定敢。 君木初听得直皱眉,这个最小的妹妹几乎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又是皇后娘娘嫡出,跟他们算是最亲的兄妹。 她跟老九自小就偏腾着丫头,如何会见到她不高兴? 只是…… 天都黑了,你身为公主私自出宫, 这事你让本王和你十哥回去,怎么向父皇交代? 听九哥一句,快回宫吧。 君灵溪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不回宫,说好了跟十嫂到国公府去转转, 这会儿回宫多扫兴。 再说,眼下这么大个热闹我都还没参与参与, 就这么回去了也太有是我嫡公主的风范。 她话说完,目光一转, 带着一脸的讥讽与不屑朝着叶家人投了过去。 叶家人一个个心惊胆战, 万没想到,不但九十两位皇子来了, 白鹤染来了, 居然连嫡公主君灵溪也跟着来了。 这嫡公主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简直就是跟十皇子齐头并进的女魔头, 皇后娘娘许多年前痛失爱子, 后来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位小公主, 那简直是捧在手心里疼爱。 再加上九十两位皇子都是皇后给养大的, 所以这三个孩子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共同拥有一个娘, 是亲的不能再亲的兄妹。 父亲是皇帝, 一手遮天, 母亲是皇后, 母仪天下。 两个哥哥一个主专内政严查朝规观景, 一个战场杀敌, 军功赫赫。 关键是这四位那是一个比一个互端, 于是这位嫡公主的性子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一天天养成了。 其实说起来复杂, 但总结精辟了也挺简单的, 无外乎就四个字, 无法无天, 那是真的无法无天, 上杆跟皇上拍桌子叫板, 下杆跟宫里的猫打架斗殴, 朝中官员哪个得罪了他, 报应那可是说来就来的, 去年还有位大臣因为非议阎王殿的刑罚过于残酷, 惹了嫡公主不高兴, 于是给那位大臣的茶水里下了巴豆, 让那位大臣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和皇上的面就拉了裤子, 连简直丢到了姥姥家, 事后整整十天没敢再去上朝。 眼下, 这位无法无天的嫡公主将苗头又对准了他们叶家, 叶家人瞬间陷入了一种噩梦即将开始的焦虑当中。 君灵溪看着这一家子人一个个那个怂样, 气就不大一处来。 刚才一个一个不都还挺厉害呢? 怎么着, 这才躲一会儿功夫就怂了? 别去呀, 你们怂了, 这戏还怎么唱下去啊? 她的目光又投向了叶成仁。 挺大岁数了, 当街跟个十几岁的姑娘家叫板, 你挺厉害呀。 叶成仁被骂得脸通红, 心头愤怒不已, 又实在不敢跟公主叫板, 只得不停地倒。 草民不敢, 草民不敢啊。 君灵溪都气笑了。 草民? 不敢? 你这草民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当街责骂我十嫂, 还是当着我十哥的面, 你的胆子该有多大呀。 君目领拉着白鹤染往后退了几步, 退回到公车边上, 然后往车上一靠, 告诉她媳妇。 行了, 没咱们什么事儿了, 安心看戏。 有这丫头在, 叶家美好。 前头, 叶成仁被君灵溪给骂得一声不吭, 君灵溪的话却还在继续。 你们知不知道, 本公主现在出面是在救你们, 否则一旦我十哥动了手, 那你们叶家可就连翻盘的机会都没了。 叶成仁听到这处眼睛一亮, 小公主是要救他们。 然而, 君灵溪的话很快就有了转折。 不过, 救不救的也就那么一说, 你们跟我十嫂不痛快, 那就是跟本公主不痛快。 我这人一向爱憎分明, 是敌是有分得很清楚, 怎么可能救一群招人烦的敌人, 且我还记得一件事情。 他偏着脑袋想想, 眼中忽散着狡黠的光。 前年宫里一位贵人小主的娘家哥哥犯了事, 大概就跟你们这个行贿差不多。 那位贵人当时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求助, 最后求到太后的得福功。 咱们那位太后说什么来着? 对, 她说王子犯法都要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只是个贵人的娘家哥哥。 宫里小主遇到这种事, 就更应该给天下做个表率, 不能因为犯法的是自家哥哥就四处相求网开一面。 于是后来就由太后亲自做主, 将那位贵人的哥哥砍了脑袋。 她笑起来, 弯着眼睛道。 如今太后自己的娘家人也犯了同样的事, 不知道行贿一百万两这个罪够不够砍脑袋的, 但滚钉板肯定是逃不掉了吧。 吴妍在边上纠正她。 公主, 是下油锅。 呀, 那更好啊, 先滚个钉板再扔进油锅里炸, 一转炸得更酥更透。 我九哥的阎王殿里 有九九八十一道酷刑, 大不了就一个一个事, 总有一款适合你们叶家人。 被压着的叶成明吓得嗷嗷大叫。 大哥, 你这哪里是在帮我呀, 你这分明是在害我呀, 大哥。 叶成明一个大老爷们, 终于受不了来自阎王殿的威严, 当场就哭了起来。 叶成人看着他弟弟又是尿又是哭, 只觉得脸都丢尽, 同时也深深地为阎王殿的手段感到恐惧。 下意识地就在想, 万一有一天自己也落到阎王殿手里, 又该面临什么样的刑罚呢? 靠在公车上的君木林 真是开口补充了一句。 公然责骂尊王妃, 就是跟皇家叫板, 大罪。 君灵溪立即跟上。 对, 大罪, 理应跟着行贿官员的叶老儿一起绑了。 叶成人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就大叫道。 他, 他还不是尊王妃。 君木林翻翻眼皮子。 是不是轮得到你说? 本王说他是, 那他就是。 行贿一事怎么判, 那是阎王殿的事, 本王不管。 但本王的媳妇无端被骂。 这个事, 本王就必须管上一管。 他说着问向旧皇子。 九哥, 我先插个手, 行不? 九皇子点头。 你随意。 对于这个包弟, 他一向是秉承疼爱和纵容的双重原则。 君木林又笑嘻嘻地问身边媳妇。 然然, 你想怎么收拾她? 白赫然想了想。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就好了。 这样啊。 君木林稍微啄目, 琢磨了一会儿就有了主意, 于是就听他扬声道。 那这么着吧, 叶老大不是喜欢骂人吗? 就罚你们叶家被连骂三日? 当然, 这事儿也不能扰民, 所以晚上不骂, 就白天骂。 至于又谁来骂? 骆秀, 明儿个一早, 你就到城北去, 挑些闲着的工匠, 顾他们来叶府门口骂人。 要十个人, 五男五女。 记得给本王找那种凶悍的, 脱辣的, 会骂的。 骂一天三十两银子, 骂得出彩的, 本王另外有赏。 骂秀立即应下了, 主子放心, 属下, 天亮就去办。 叶家人都要气炸了, 这叫什么惩罚, 这不就是趴趴在打叶家的脸面吗? 他们可是太后娘娘的娘家人, 更是跟郭家有亲的, 若是无端被一群刁民指着鼻子骂上三天, 还不得叫人笑话死, 以后哪儿还用脸面出门见人呢? 叶成仁硬着头皮又开了口。 是殿下, 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君慕林挑眉。 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叶老大, 不要试图挑战本王的耐心。 小心本王哪天一个不痛快, 把你们叶家男人全都赶到军营去冲军。 到时候战场杀敌, 为国捐躯。 有如此报效冬情的机会, 你们可不要太感激本王。 叶家人集体一哆嗦, 男孩子统统往后站了几步, 谁都不敢再直声。 叶成仁无奈, 也只能认了。 君慕林间叶家人不再说话, 这才冲着无言那些人挥挥手。 行了, 把该带走的都带走吧, 本王还要送媳妇回家, 没工夫再搭理他们。 他说完, 拉着白赫然就要返回公车上, 九皇子却在后头叫了他一声。 殿儿, 灵溪何时送回宫, 或者本王将她带去阳王殿? 君灵溪立即大喊起来, 不不不不不, 我不去阳王殿, 也不着急回宫, 我要跟石嫂到国公府去, 今晚我跟石嫂一起睡。 白赫然忍不住笑出声来, 然后回过头跟君慕楚说, 求殿下放心吧, 我会保证小公主的安全, 待她玩闹够了, 自会送她回宫。 君慕楚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半赏终于点了点头。 罢了, 那边去吧。 宫车终于驶离叶府范围, 君灵溪摩拳擦掌愤愤不平。 惩罚还是太轻了, 骂水天哪里能过瘾, 抽水天那才叫痛快。 白赫然苦笑。 抽水天就把人抽死了, 抽死拉倒。 君灵溪立着眼睛道, 我顶烦他们叶家人, 一个一个仗着是太后的娘家人, 高傲得跟个大公鸡似的。 可实际上, 太后的娘家人算个屁呀, 那老太太自己的地位都十分尴尬, 娘家人瞎诈唬什么啊,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白赫然心里分析了一会儿, 再开口道。 太后在宫里如何, 毕竟是关起宫门来皇家自己的事, 但是对外, 还是要做出母慈子孝的表现来, 让黎民百姓觉得皇家和睦, 天下太平。 她一边说一边看向君慕里, 所以你叫人骂叶府三天, 这个事儿还是得有个更好的说辞。 比如, 比如太后娘娘大义, 不谈后娘家兄弟, 将这顶大高帽给她一扣, 不但堵住了悠悠众口, 也给太后找了一个不得不笑着接受的理由。 君慕里一边听一边点头, 爱妃说得极实, 就按你说的办。 君灵溪眼里也闪过崇拜的目光。 石草这条路扑得好, 那老太太准能气个半死。 不多时, 公车行至国公府门口, 再度停了下来, 君慕里想要下车时被她拦了住。 府里住进来一位公主就够热闹了,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否则这一宿也不会有人敢睡觉, 光伺候你们都伺候不过来。 另外, 今天走得匆忙, 四殿下醒来后天色又已经晚了, 皇上那头我还没来得及去瞧, 你回头替我跟皇上解释解释, 就说我赶日在进宫去为她瞧救急。 君慕里有点舍不得, 可白赫然坚持不让她进门, 她也不好硬闯, 只能败幸而去, 可怜巴巴地回望着, 越走越远。 听众朋友, 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中年坏大叔白星年。 都给我去听神医毒飞, 快去。